吃姜不去皮,吃错一生极 姜到底要不要去皮? 告诉你答案 东吃萝卜下吃姜,凿起三片姜 不用开药方 生姜除了对身体好之外,也比较讲究吃法 就有俗话说吃姜不去皮,吃错一生极 那么,我们吃姜到底该怎么吃呢? 是去皮好还是不去皮好呢? 餐桌宝贝生姜 许多养生典籍都记载了姜有抗衰炎兽的功效 在苏沈良芳中就有过关于驻颜不老芳的记录 在书中,作者写道有一天 当时担任杭州太守的苏氏前去镜瓷寺游玩 当时他正好去拜见了寺内的住持 这位住持虽然已经年过八十 但精神面色依然十分红润 双目也十分有神 当时苏氏看到后也感到十分惊奇 询问住持为何能如此长寿 主持听后只是笑着说 自己每天都用食用一些嫩姜 并用温开水送服 从这件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姜的健康价值非常高 它还具有抗衰老的功效 与此同时 我国医学家研究发现 生姜中含有一种较姜分的特殊物质 这种物质和阿斯匹林中的水洋酸比较类似 它可以防止血液凝固 同时对降血压血脂防止血栓和心肌梗死等疾病都有特殊的功效 其次姜分还是有效的强心剂 它对心脏有着直接的兴奋作用 除了对心脏有刺激作用外 姜分还能够控制前列腺素的合成 并且有很强的力胆作用 经常食用的话可以减少胆质粘蛋白 减少胆结石的形成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 生姜对于缓解痛经 经期大量流血等症状也有一定的作用 比如2021年一位医疗团队就曾研究过生姜和痛经之间的关系 当时研究结果显示 生姜也算是缓解痛经的一种方式 除了姜分外 生姜里面还含有许多种化学成分 这些化学成分都对我们的身体十分有益 到底去不去皮 因为从中医药学的角度来看 生姜味心性温 具有发汗解表 直偶解毒的功效 而生姜皮味心性味良 具有沥水消肿的功效 而吃姜去不去皮 一般要考虑这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点是做什么菜 而第二点就是当时食用者的状况 如果姜是做调味品食用的话 一般都是带皮吃的 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保持生姜药性的平衡 而且还可以防止上火 这样就可以发挥姜的整体功能 但要注意的是 有一些情况就需要去皮吃 比如脾胃不好的人在吃生姜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去皮 如果不去皮直接食用的话 就比较容易引起肠胃不是 当然 像感冒时制作生姜红糖水 或者是姜丝可乐这些情况 也是给姜去皮比较好 吃姜的几大讲究 在明白了姜皮什么时候该去 什么时候不该去后 我们也要搞清楚 吃姜都有哪些讲究 首先 第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吃生姜最好 一些中医认为 天人相应 白天阳气旺盛的时候就应该多活动 而在阳气旺盛的时候 吃一些温补性质的药物 就可以帮助阳气生发 通俗点来讲 就是在白天时吃一些生姜 对身体比较好 如果在天热的时候 吃饭没有胃口 就可以吃一些醋泡姜 其次 醋泡姜还是我们平时吃螃蟹等 海产品的好搭档 有了它 我们就可以一边享受美食 同时还免受寒凉支气的侵害 除此之外 研究发现 醋泡姜还可以拿来外敷 因为醋可以增加生姜自身成分的溶出 增强姜 驱风除湿 活血化于止痛的效果 到了晚上 阳气逐渐衰弱 阴气开始旺盛 这时 如果使用像生姜之类的温补药物 就容易影响我们的睡眠 和身体正常的合成代谢 严重的话 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而在一年四季中 秋天也是不适合吃姜的季节 因为夏天人的体内积累了许多燥热 而这些燥热在秋季的时候逐渐散发 再加上 秋天的气候特点就是干燥 为此 我们不得不经常给自己补厌 但这时就不太适合吃生姜了 因为生姜发热 如果大量食用的话 体内的热气不仅无法驱散 反而会越来越多 一旦体内的热气越来越多 到了冬天的时候 就容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 并且吃生姜还更容易加重我们肺部的伤害 从而导致人身体失水 皮肤干燥 同时还容易出现咳嗽 咽喉 肿痛等症状 其次 就是哪些人群不能吃姜 中医诊断发现 反属烟虚火旺 目吃内热的人 或者是患有肺炎 胆囊炎的人 都不适合长期食用生姜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人在风寒感冒 或者是淋雨后 会出现胃寒 发热的症状 这时 人们就会喝一些生姜红糖水 来缓解症状 但要注意的是 生姜红糖水 只适用于这种症状 像暑热感冒 或者是风热感冒的人 根本不管用 其次 像眩晕耳鸣的患者 就更不能吃过多的姜 因为有这些症状的人 本来就是因为肝火过旺 才导致的 这类人本来就阳热抗盛 如果再吃过多的姜 就相当于是火上浇油 然后 就是腐烂的生姜 一定不能吃 由于生姜腐烂后 会产生一种毒性很强的 黄张素 这种物质被未吸收后 很快就会达到肝脏 而肝脏是我们人体的解毒器官 但这种毒素 到达我们的肝脏后 就会造成中毒 特别是对肝脏病患者 影响更大 如果肝脏有疾病的患者 吃了腐烂的生姜 不仅会加重对肝细胞的损害 还会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 最后就是吃生姜要适量 正所谓物极必反 生姜并不是多多益善才好 应该吃多少生姜 还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状况 进行调整和改善 总之 生姜皮可去也不可去 是否去皮 还是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 因情况而异 在了解了生姜的功效后 我们也要慎重食用生姜 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